回到第三節的掌權天下 上一節我們說到東南和甲國昌 其實就是向東 影響了老男人 很簡單 大家要留意一下 武漢開始肺炎 有很多人問我為什麼武漢呢 其實我們風水掛 如果認識的 我們就在一個煉魚掛 當年11月的時候 去年年尾 就有一個煉魚掛 煉魚掛影響中間 武漢就是剛剛 七省通渠 九省通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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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剛剛向中國的中心點 你留意一下很有趣 影響的地方是哪裏 最重症的地方 一個 東邊 就是日本和韓國開始 然後呢 南邊 我們香港廣東 跟著下去了 西邊 伊朗 其實不是德蘭 是父母 最重要是父母 就是QOM 父母 聖城 然後 意大利 意大利 但它主要由北部 米蘭 開始 其實這樣 我是 十月 還是十一月 我就正正是北 米蘭 然後再上意大利 北部 唐曆十月 唐曆十月 就是那些菌開的時候 好了 那麼 林巴迪 接著就是西班牙馬德里 接著就是紐約 接著就是全美國 從緯度上不是一條直線 有沒有留意到會寫一條平衡線 是由東一路向西走 對 西潛 好了 至於你說的緯度 我告訴你 武漢就是北緯三十度 父母我沒有記錯就是四十度 米蘭就是四十五度 馬德里大概是四十度 然後就 紐約好像不知三十五 還是四十度 我不記得了 有沒有留意到 它不是一條直線 對 它是一條拋物線 由低 武漢拋上去米蘭 四十五度 波浪型 波浪型 對 你想一下 為什麼 如果用尖聲 我們絕對可以解釋 你知不知道 2019年的12月26日是一次日蝕 當時的日蝕是六星連珠的 即是說在日蝕附近有幾顆星 木星、冥王星、土星和水星和火星 加上日月就是六顆星 在日蝕附近有幾顆星 它的影響力 為什麼呢 因為裡面 冥王星是代表 革命 革新 現在這個病都是新的 土星是代表瘟疫 災禍 而土星是被木星去黑 所以它不是一個正常的星 木星在土星宫中 就是受到 影響的是什麼呢 影響的是飛機 雀鳥 所以今年的 王極經濟的名移掛 就是代表 雀鳥落地 我經常說雀鳥受傷 飛機 我經常擔心飛機撞機 跌機 結果 所以這個世界 人算不如天算 我從來沒有想像過 可以全世界的飛機停了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所以這件事我也要投降 你明白嗎 我說什麼 世界的秩序從此改變 經過今次的疫情 還有 你記不記得馬尼拉 有隻運輸機都掉了 繼續去旅行 繼續去秘路 我不是得罪了 難以逆料 因為有很多事情 不是 我從年初已經指望 那些人不要去旅行 你明白嗎 有些人說 我沒得說 我六個月前訂了 訂了就要去死了 真是 搞錯 有些人在船上死了 現在秘路又死了 在哪裏又死了 大哥 如果我告訴你 你這個人一定會死 我訂了六個月 即是訂了機票 大家有時候 不要被自己綁死自己 那波浪營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是用來證明 尖聲的厲害 如果你想像現在是 星球大戰 有一個邪惡帝國 弄了一個 星球大戰裡面 有一個死亡星球 是人工做出來的 然後就找一支 激光 射到一個星球 那個星球就是毀滅的 你記不記得 那些惡毒的因素 是由一個位 射到一個地球 如果地球 鑽 是不是一個拋物線 你記不記得 你看看地球的自轉 因為地球的自轉 因為地球的自轉 它不是跟尺度來轉 它是有傾斜的 23度 所以你看到那些 衛星的圖表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你買地球儀 如果它有一個枯 讓你可以轉的 地球儀一定是斜斜的 23度 就是23度 我們香港得天道口 就是因為我們有23度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知道香港不為23度 就是我們剛剛在那條線上 所以我們就得天道口 你想像一下 這個要用一些想像力 那個群是否射到武漢 然後一路轉的地球 一路轉的地球 一路轉到美國 大家如果有看過 美國太空總署 或者中國北京的控制中心 經常射上去的太空船 那條軌道是怎樣 就是波浪型 大家不明白 為什麼要找波浪型 其實是因為牽涉到地球自轉 沒錯 所以 反過來 這件事不是第一次 不是第一次 因為這件事 我是黑骨銘心的 所以我一定記得 你知不知道 八九六四的時候 同一天 在伊朗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 因為我是北京 那個馬尼就在那天死了 就是父母 如果你想像北京那裏 有一條死線 有個又是我說的 Dead star 搞到北京一鍋抱 然後射過去 就是伊朗 所以伊朗 這些就是我現在研究的 就是那些 中國分野 和國際分野 和國際分野 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我可以找到 米蘭 武漢 和父母的關係 明白嗎 紐約的關係 我也可以找到 所以為什麼他們全部有事 其實是用星可以解釋的 所以這件事 不是很科學 但是 因為Database不夠 不是一人幫 如果你說照樣 根據星的計算 由武漢出發 一直經過父母 經過米蘭 經過馬德里 然後越過太西洋 紐約 然後加州 之後怎樣呢 不如用一個科學解釋 是不是這個緯度 天氣 那個溫度 是適合這些菌生存 應該是病毒 但是你知不知道 我有一個朋友給我 他在做醫院的 他說現在外國回來的人 中招的 那些 病毒的數量 是比武漢回來的厲害的 你知道嗎 意思是 他同一個人 都是沒有病徵的 他吃了藥 武漢那個人吃了藥之後 那些病毒就沒有了 歐洲回來的那個 吃了藥 還留很大量 在身體裡面 所以他們現在說 為什麼要這麼接觸其中一個可能性 就是因為這個 我不知道 這個人是說 他自己是 跟親戚做醫務的人 不過這個 先聽回來 又是這樣的消息 沒有得回答的 但是那個想法就是 如果你說那件事是對的 你看看歐美的死亡率 是否跟那個關係 會不會那個病菌在武漢開始之後 越去到歐洲越厲害 越去到美國越厲害 又或者他已經掌握了侵襲人體 是的 這樣越來越厲害 所以你明白嗎 現在很有趣 這個現在真的是 全球的醫學家 設計辦法去研究這件事 還有要做疫苗 所以這個就是 你說是不是九運的開始 我就說九運的開始 那什麼時候可以完 我仍然是堅持了 大概端午 端午是6月的 我都算錯了 我都以為是5、6月的通常 端午 原來是6月20幾 端午 6月25日 對 6月25日 新歷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距離原本西歷和唐歷 距離原本西歷和唐歷 因為今年潤了4月 我都說了 今年一切都來反常 記不記得我們年初二打大雷 這個已經是 經濟什麼時候 經濟是很厚的 一早已經打雷 所以有問題 那些蟲已經出來了 然後跟著下去 所以 大家現在只可以 希望是什麼 接下來跟著下去 天氣越來越熱 雖然有醫生說過 熱和這件事沒有關係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都是熱 一樣有傳染 但我也是這樣說 這件事我是完全不科學的 我也沒有醫學知識 大家原諒我 但我的推斷很簡單 第一 第一 這個所謂熱 是和太陽的熱 和射下來的 你都知道太陽的紫外光可以殺菌 那是不是對這些疫苗也有影響呢 即是它射到我們的身體裡 我們的身體 是不是會有反應 被殺菌裡面的那些 沒有人知道 這些因果關係 明白嗎 所以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 很多冷氣地方 都是二十幾度 都是我說的那些米蘭 武漢那些溫度來的 會不會是因為這樣的理由 所以才會傳到呢 我不知道 這是我提出來的 懷疑 我只是一個陰謀論者 我不可以 用科學證據證明 明白嗎 如果你試試 所以為什麼他們說 武漢那些鄉下沒有事 市區裡面 那些間屋 那些溫度 適宜那些地方 就有了 曬太陽那些地方 曬太陽那些地方 好像沒有什麼事 那現在今天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已經沒有什麼人曬太陽 少了很多 明白我說什麼 那印尼 是不是呢 不知道 這些真的要 要事後才可以 再做統計 再去證明 說幾件事 但是 用 中國 用我們術數的五運六器來計 應該是 為什麼呢 木呢 我們有一個叫做十二長生的循環 其實金木水火套都有十二長生的循環 學紫微斗數的人就認識 但是他們通常都打著紫微斗的盤 看著那些十二長生 就不懂為什麼 為什麼呢 風水也有用十二長生的 那十二長生是怎樣的呢 長生 即是十二個月 他就分成長生 沐浴 官大 臨官 帝王 衰 病 死 冒 絕 胎 養 意思是怎樣的呢 長生就好像一個小孩 生出來 生出來第一件事做什麼 接著就是沐浴 洗乾淨的身 現在的出生就是這樣 接著就是官大 就是舊時十四而官 十四歲就成人了 其實就是代表那個人 開始有 什麼 有男性賀爾蒙出來 所以就官大 假保育都成人禮 接著呢 臨官 就代表剛剛出來做事 即是你十八歲畢業 或者現在二十幾歲畢業 就是你做到中年了 哇 很旺盛 又有經驗 又有做了這麼久的成績 又有個人的體力很夠 於是你做的事情就很棒了 接著呢 開始老了 第一件事就是衰 衰就不是代表老 即是不是代表什麼 只不過是你 沒有那麼好精力了 以前一天可以做十樣事情 現在可能一天做三 做四樣事情就開始累了 那就衰了 衰完之後呢 接著就病了 那就死了 大家明白了 那死的意思呢 其實就不是真的死 是什麼呢 是代表那種東西沒有了氣 死 接著就入霧了 入霧之後就絕氣了 即是死的時候還沒有絕氣 去到絕 那絕之後呢 古人就說 那個循環就開始入胎了 又成生了 那胎道慢慢變 就養了 那種種子進去泥土裡 接著有很多養佛 慢慢蒙牙 接著又長生了 那種植物又生出來了 破土而出了 這個當然是代表 是代表所有的元素 也代表所有的動物 代表所有的人類 其實都是經過這個階段 只不過 人這個階段這樣過呢 那種植物是100歲 或者80歲 有些人短命的40歲 但是一隻 那種 那種 所謂夏蟲不可以與兵 那種夏天的浮憂 這個長生 只不過可能是三個月 有些 那種生一季的花 可能只不過是三個月 或者六個月 明白嗎 因為這個是木邪 記得我剛才說的 網上有人說 3月25日會停 3月5日會停 5日會停 那時候的網上就這樣說 說到那些人神人 其實他們的事情有沒有錯呢 他們其實是不會錯的 如果長生 當成這些病毒 的長生在什麼時候開始呢 就是在農曆的10月 大寒的時候開始生長出來的 但是當時呢 當然很少數量 也都未足以去害人 沐浴 就是11月 官大剛剛開始 有些事了 影響到人了 因為出來做事了 所謂什麼 14歲 古人14歲開始做事了 那個時候呢 就是12月 什麼武漢 開始 那個什麼 就是12月 林冠 就是晶月 是不是我們剛剛1月25日緊急 帝王 就是2月 最近的疫情就是這個時候 我們現在3月多的時候就是2月 指香港和中國大陸 米蘭也是 開始的嘛 那時候開始 還在2月 還沒過3月 然後就衰了 一過3月衰 你留意到就開始衰了 就是 倒下來了 現在又說什麼武漢沒事 也是武漢香港說 那邊 方興美艾 對不起 因為這個長生 是用中國術數來計的 時間性 然後 然後 衰 病 死 就是剛剛5月 唐力的5月 所以我估計他 這個病情應該是5月左右 唐力的5月就是6月 新力的6月 是5月18日 最後一個例 在香港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 然後病了 死了 然後霧了 就是他隱藏了 絕 天氣的10月 太陽 到明年10月 他又來了 天氣環境 太陽 明年10月 還是2020年 2021 就是2021 理論上 他會潛伏 到底他發不發回 不知道 但是 用另一個角度來看 為什麼是精月 就是他臨官的時候 所以 為什麼中國人 精月 就要燒炮獎 我們說的那個 燒炮獎的故事 就是 壓抑他臨官帝旺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 這一陣子 每隔幾天 我就在家裡燒炮 對 對 因為 其實 有根有據的 對 以前華南很多地區 是很重要的 對 也在清明之前後 也是燒炮 對 現在燒香也可以 問題是 現在的香的 成份是化學了 就是怕這件事 怕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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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漂亮的 檀香 很貴啊 不是 檀香不貴 檀香貴啊 檀香都貴啊 我最近想買過 我嫌他貴啊